這個時候請你檢查什麼 表單裡面的名稱有沒有重新改 OK 如果改了之後 那應該就會有 Add Item什麼 A 就可以了 Enter Add Item 所以其實很簡單 Add Item 就是增加項目 然後把它怎麼樣 把這些全部做完 就會有了 那也就是你啟動它之後 它會怎麼樣 Activate A到AB 加進來 就會有了 OK應該知道那個下拉清單吧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加很多的下拉清單 反正呢 只要怎麼樣 1 在表單空白數點兩下 2 把User Phone改為什麼 Activate 把這個 清單加進來 就OK了 OK 請各位做兩件事 1 把 名稱 TST01 到05 CB01 CFB01 第二個 表單點兩下 Add Item 等一下的話呢 我們再繼續看 當我按一下它 怎麼樣可以 幫我新增一筆記錄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另外同學剛剛有提到很好問你 比如說我今天如果不按新增 我要Enter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啦 不過這個可能又會 牽涉 牽涉到一些鍵盤控制的問題 就是 你要去偵測 當那個使用者按Enter 的時候 幫你轉換成按鈕 所以要轉換 OK 所以這部分 等一下再來看 這有個好問題 因為之前有同學問過 問過這樣的問題 一般實務上面像那個 很多的系統都是 最後一個Enter 它就自動輸入了 當然也可以啦 所以這其實做出來 你要做得非常複雜 可以做出一套 進銷存系統 都不成問題 因為它這個裡面呢 可以做很多啦 基本上 它跟那個 Visual Studio 那種 大型開發的工具 比起來 其實 也毫不遜色 該有的都有了 而且比Visual Studio更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本身就有Excel Visual Studio 本身也沒有Excel 還沒辦法存資料 像它這麼好用 所以Viva其實我覺得它 佔盡了很多的天時地利人和啦 所以 我覺得以 現階段來看 應該暫時 要找到一個 可以取代 取代Excel 取代Viva的 的一個 應用程式 恐怕 比較難 目前好像也沒什麼 競爭對手 你看Excel 有沒有一個什麼 可以撼動它的 看起來好像 目前是 沒有啦 除非說 將來我們全部都用雲端 或者全部都用手機了 不過這個可能性 它也是有 可是 應該也是 可能10年以後的事情 應該不可能短時間 這個東西會從 我們的電腦裡面消失 所以這個我想 短時間內 這一套東西 應該也 還是 會 會有一定的 就是時間 存在的時間 一定還是 我覺得還是蠻 久的 這一套東西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這個剛剛講的 一個是重新命名 一個是 如何增加一個下拉清單 兩個部分 試試看 然後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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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